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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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融合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是韩国团队完成的 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韩国的风格在里面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完全 小像韩国的艺人那样的路线去走 或者那样的路线去打造 我觉得是不同的感觉 在我眼里你是偶像中的实力 是实力中的偶像 什么叫做肆意俱佳 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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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年快男十三强的发展 可谓各有心酸 演艺圈里五年的摸爬滚打 伟臣已然有了十足的心理准备 更抱着灵活应对的态度与哲学 认真的态度 发自内心的努力 让他尝到收获的喜悦 也让他更加明确下一步要前进的方向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做一些比较 就是我们有没有在努力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因为每个人的机遇机会也不同 因为自己也有很多好的朋友 比如说像陆虎 或者像王月欣 其实私底下大家经常见面 你在干嘛 我在写歌 我在做自己的音乐 都是这样说 其实也能看得到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努力而奋斗 然后 小新是今年才正式发行第一张唱片 然后虎子写了这么多年歌 给我们写了这么多年好的音乐 然后到现在 他的专辑已经基本上录完了 然后等待发行 所以我觉得不论怎么样 看到大家都在努力 然后给自己敲响一个警钟 就是我也一定要跟他们一样努力 或者我也要在自己的衡量标准上面 我一定要百分之百地用心去做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标准 另外我觉得 我觉得最客观的评价是跟自己去比 你今年做了哪些内容 比去年进步了哪些 我觉得这个是比跟同期出道的兄弟们比较 好像更贴合实际的 然后也更可以衡量自己 就好像每天量体重一样 你如果每天量不同的秤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胖还是瘦了 但是唯一的标准 你每天踩同一个秤 你才可以知道你到底是胖和瘦 所以我觉得自己踩 永远踩的那个秤其实就是自己 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努力 别人说了都不算 你自己心里其实最清楚 所以我也觉得 不论怎么样吧 我觉得作为艺人来讲 或者作为现在80后的年轻人来讲 我觉得那个压力 或者那个竞争的那个力度 还是时刻要在脑子里或者在心里 因为如果你不努力的话 一定会很快就被别人替代 或者如果你不努力的话 你甚至觉得连自己也对不起 对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很努力才行 我们的爱只爱到一半 手牵手的旅程忘了走啊 曾经的浪漫已被风吹散 埋在心底的遗憾 世界会替我们 世界会替我们宝光 詞曲 李宗盛